火车进到喉洞站 一旁轨道上已经准备进行铺轨作业 土石清开了以后 我们马上就是轨道要复轨 复轨完以后 就是电力线跟通讯号制的一些非复 那我们所有的材料 我们都已经先准备好 在施工人员安全无余下 我们就会进场施作 工程现场 人员已经开始铺设返布 边坡稳定控制后 工程大有进展 已经累积清运8000多立方公尺 不过清除土石后 发现底下居然还有一层研盘 从边坡滑落 必须紧急改变工法 它相对会比沙土层还稳定 只不过它现在是侵入到我们路线 我们必须要把它清除掉 那相关的工法 有水保局的专家 大地技师 我们都已经 刚才都紧急有会看 车站满满都是接驳车人潮 民众还在苦苦等待通车 预计13号顺利抢修完成 再由专家详细勘察 决定是否单线双向通车 大家就会随意想天宽台北报导 然后再来来的地方 点下